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家好,回到第二个时段 第一个时段是因为技术故障问题 在YouTube上可以看回 现在继续在这里 如果等问问题都在这个连续里面 继续跟大家讨论 关于美国 为什么认为华为是眼中钉 未到这个层次之外 不如检讨一下5G相关主要企业的形势 首先通讯设备厂来说 中国方面就有华为、中兴通讯 而通讯公司就用移动 中国电讯和中国联通 市场中的中国方面的手机巨头 有华为、小米和OPPO 美国方面有Cisco 有威瑞芯通讯、AT&T T-Mobile、Sprint 市场上的手机巨头 就用苹果、三星电子、LG电子 华为、中兴通讯、中兴通讯、中兴通讯 欧洲方面有Eriksson、Nokia、 泛达、华、德国电讯 通讯公司来说 市场中的手机巨头 有三星、苹果和华为 除了美国市场打不入之外 其实在欧洲市场都可以 日本是NEC、富士通 是通讯设备的 NTT、软银、KDD 这几个就是通讯公司 苹果、夏普和Sony 都是市场中的巨头 看了这个形势之后 我们也要看看 通讯机站的全球市场份额 现在来说 中兴通讯占了2017年 由销售额来看 中兴通讯占了13% 华为占了27.9% 27.9%来说 是单一最大的 第二名是去到Eriksson 26.6% Nokia23.3% 所以为何说中兴华为 可以加上四十多% 其他只有9.3% 但智能手机的全球市场份额 用今年的7月至9月的出货量来计算 全球第一都是三星电子 到20.3% 华为单一有14.6% 跑赢苹果的13.2% 后期支售当然是小米 有近10% 因为印度市场进展得很好 在这样的层次里面 就看到 其实 这个华为方面 在民企方面 跟中兴比较 中兴那么紧张 都要罚他钱 都要比 现在跟华为 大过中兴的销售额 是六倍的 这个是相当大 现在来说 全球是专利 2017年专利国际申请 就是用WIPO 世界知识产权组织方面的数据来看 华为是压倒性优势的 世界第一 智慧手机功课量又超过苹果 排在第二位 通讯基地压倒了Ericsson和Nokia 是世界第一的 所以 为什么这么宅忌呢 就是现在说的 大家都知道只是数量 但是大家会不会想过 其实所谓华为 准备推出的所谓5G手机 相对于其他Ericsson Nokia那些对手 叫做直接对手 其他未入楼的那只 是便宜了5分 即是便宜了 即是便宜了 即是便宜了5分之4 即便宜了5分之4 相当恐怖 因为它用高 为何它叫做高科技是佔优线呢 不能够不提 其实是他们的制息 他们的制息是用了所谓TDD 我理解就是 其他不用TDD的 在3G和4G 大家都相弱 没有什么大的分别 但是一到5G 对手的那些 那个网络就是不流畅了 所以就看到 现在全球66个国家 150个企业 是推进所谓实证验证的 2019年 便会上市支持5G的智慧手机 变成了美国不能够不担心 因为为什么呢 它不想盟国用这个中国技术 很清楚就是害怕他们 就有间谍洩物 以及用这些5G 即是开战 譬如说 有一些通讯 譬如很简单 如果你在纽约市 一大批中国人 大家用5G去交谈 而他们的制式和网络的技术 就落后于中国方面 基于专家所说 是落后于技术一年 那么多 那么变了来说 分分将他们叫做 第二次911冊话 你都未知了 所以是担心的 所以为什么成为眼中钉呢 就是会出现 它其实在技术上 贸易战他敢打 这一场科技战 他都未起步 因为大家都知道 基本上中国就是 其实是国安部做出来的 这些华为 基本上可以这么说 因为大家都看到 就是这个 就是 孟晚舟这个老爸 跟着老妈 妈姓就是姓孟 但是老爸来说 这个任先生 其实是军人出身 以及在军人技术部里面出身 以前来说 在87年起步到现在来说 其实就 受到这些国企各方面 是全力的支持 如果是一个纯民营 基本上是没有可能的事 而且是共产党员 诸如此类的事情 令到 今次这件事 已经是很清楚 安装他了 因为 他又不想高调地去哪家酒店 走进去捉他 他只是在跨境转机的时候 就因为下了命令 所以可以在这方面 扣留他 可以认为引渡 究竟他有没有足够的辩解 你说我没有犯事 你不需要引渡 我这些就由律师去拗 但是问题就是 已经是装了蛋糕 所以奇怪的地方 就是刚好算12月1日 当美国和中国在G20谈论的时候 那天就已经装了 装了孟晚舟之后 亦都是根据这个传媒的报导 其实就是由他们 华为自己 即是华为太子女 孟晚舟自己提出 就不准报导这个细节 所以到12月6日才大家曝光 其实是真的决逼及防 所以全球的股市 现在一排除有春光鸭 早一日 即是美国方面的老布殊 国葬那天停市 那天停市前那一刻就拆了八百点 其实都是拗头的 不知道为什么会跌这么多 其中 不排除有这个因素在内 所以 现在的情况 巧妙的地方 刚才就给大家知道 即是华为如何把炮 但是 你把炮极 你现在说全球围堵你 那你没得玩的 但是 也有一些人就说 其实 美国方面这样出来 拖后脚 其实有些不治 为什么呢 因为 落后了人的技术一年 那变成了 如果你不让 华为去美国 基本上你连他 那个能力去到哪里 你都完全猜 比如他 只在中国方面 出 那大家都知道 中国方面 在5G的所谓 发射台 你猜有多少台 这个基地 可以告诉大家 最新的数字 是35万台 但是 美国在这方面 同一个 是说3.5万都未够 即是 华为的发射台 5G的暢信度 是10倍于美国 所以 美国推出来先 应该2019年 3个月 已经美国会 Erikson 那些 帮手推出来 但是 一定是 不会太畅信 不畅信 不畅信之余 有些什么 不畅信 就变成了 要用家才 慢慢去说 又变成了 失了一种 知己知彼的作用 所以 在某程度上 他不允许 他去美国 会不会是浓巧反绝 这个就是下围分解 但是很清楚 即是说 他现在不管了 即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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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方面 表面上 当然很着急 即是不着急 但其实心底一定很着急 因为没有了美国的市场 现在又失迷日本 欧洲方面也是 只剩下加拿大 都不知道什么时候 会受到美国的压力而屈服 好了 这样的情况之下 其实中美贸易的那场战 其实就会 90天内 根本是没有可能解决的 为什么呢 既然美国是投赎忌器 对科技战 那他怎么会放行贸易战呢 如果是放行贸易战 不就是两样都输了 所以这个基本上 我觉得是没有什么可能的事了 所以就 刚刚就 迟了一些 所以 overrun了一些 但是现在 補回市场 现在市场跌大了 因为中国大陆 托完市收市了 接着 那些人看来看 他的形势都是不利 首先 我们要补充 其实今晚的飞龙数据 其实 大家都可以觉得 已经是没有什么疑虑 是好的 但是 大家都 记忆由新的 就是说 所谓 那些叫做 知识的曲线 倒挂 令到 是觉得 美国经济衰退 是有机会出现的了 究竟如果有经济衰退 之下 是怎么看 所谓的飞龙数据 其实就是两件事 因为飞龙数据 是滞后数据 是以前的 而经济衰退 可能是几年后 2020年之后的事 所以很清楚 今天 2018年最后的飞龙数据 当然是重要 但是 譬如说在失业率方面 应该是预期3.7至3.8% 就是预期 接着 就业人数是18万至25万之间 亦都有预期之内 接着就是时薪 3.1% 都是变化不大 其实今次的数据 是足以令 华尔街 不 令联储局 是 没有什么疑慮 是没有什么原念 就是在12月 这个FOMC 提出 加多0.25%的息口 这个情况也是不变 只是在声明上 最新的ADB数据 很弱 加上 其实 看到贸易赤字 比以前更大 即是说 特朗普搞所谓的关税以来 根本就改善不了 贸易赤字 加上 其实那个Durable Goods 即是 内用品订单 是出乎意料之外的弱 这个是比想像之中 有一点矛盾 因为大家所谓感恩节的销售 是非常漂亮的 但是大家也知道感恩节 是一次过买东西 以及买的东西 不一定是贵的东西 小的东西都跟进去 而这个 内用品订单 一买的时候 就是说要计算三年 你自己的工作没有变 你才敢买的 如果你随时被人移动 还买这么多东西 要来供应那些 所谓的炉头冰箱 冰箱那些 即是一个座地 和冰箱不同的冰箱 就是 存一些所谓凍肉 存几个月的那些 那种就是美嘉 流行在这些大型的五件头 他们买这些都是要想着 买三年工要来工 所以他绝对不会盲目 所以他有所退缩 这个数字的萎缩 其实代表市民都是担心的 因为铺天盖地的报道 是关于中美贸易战 或者其他的关税 那些人都是担心的 所以可能这个消费 随着这个感恩截之后 其实可能是无以为计的 这方面可能的做法 就是令到联储局 加上十月之后 就会出现一些比较 也不会大跌 看到上午就升 下午又跌 那分钟夜市又另外一个走势 所以基本上 看不到有些方向感 所以在走势方面 我自己也是预测 扎腹牛皮的 暂时也是 看了今个星期的飞龙数据 以及所谓的保释 孟晚舟的政政会 休息一会 回来和大家回答问题 待会见